大家好,我们回来了,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,今晚我们将谈论皇室家族和皇冠的话题。 我们都在电视上观看了皇冠,我相信很多人在Netflix上也看过了, 但即使你没有看过,也没关系,我们将首先谈论皇室家族的一些事情, 然后我们还会聊聊其他你们喜欢的任何事情,所以我们将把这一切都带进来。 我们决定,我们很喜欢看皇冠,目前在Netflix上,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即将推出。 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,以免忘记,我们希望很快能够与迪克、乔尔进行一次采访, 所以在伦敦进行,所以请关注这个频道,因为如果你喜欢迪克、乔尔,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,他将和我们谈论量子疗愈, 我可能与查尔斯共进晚餐。 与查尔斯共进晚餐,与女王共进茶点,与国王共进茶点,这才是你需要的。 与国王共进茶点,如果你在看查尔斯的话,那就好,那么好吧,让我们谈谈。 当然,作为一对灵媒夫妇,我们显然需要以一种灵媒的方式看待其中的一些事情, 因为那些关注本频道的人已经知道,我们在一些年前做了一个大项目, 叫做戴安娜的灵魂,如果你想看的话,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, 实际上在哈里特还在卖,他们还在DVD上卖, 我认为你可以在亚马逊上下载。 我们从中没有赚到任何东西,但看我们过去都在做些什么, 很有趣,我们何时制作的戴安娜的灵魂? 这得追溯到很久以前,至少是十年前了,因为我们不得不飞到巴黎, 你必须去伦敦,然后我们不得不去纽约。 我们不得不携带戴安娜王妃的皇家信件和秘密旅行。 所以基本上,为了向那些不了解的人展示,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展示了一些片段, 但几年后,我们被要求进行一次默哀, 与戴安娜王妃的灵魂联系,这当然是有争议的。 他们召集了一些朋友和知己, 他们称之为那些了解他的人, 因为你不能突然间与某人建立联系, 你知道,你确实需要人们来验证你得到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。 他非常成功,是的,他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,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启示, 因为他们带领我们按照戴安娜的足迹, 一地又一地地去了巴黎,去了各个地方, 包括陶兹的公寓,珠宝店, 他们看着他逃离埃尔玛隧道的侧门, 然后回到伦敦, 在房间周围进行了一个象征性的灵魅活动, 实际上就是一个与戴安娜灵魂联系的阅读, 我们两个都做得不错, 后来他们告诉我们, 他们捕捉到了戴安娜的灵魂, 像一个蓝色的光环在我们周围, 在镜头上, 那些与我们一起进行阅读的人的证言非常准确, 他们说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确实很准确, 我们在坐下来之前是不可能知道的, 我们与那些人见面是在坐下来之前, 所有的事情都被覆盖了, 他们请来了一些怀疑论者, 以确保没有人能作弊, 也确保我们提前不知道任何事情, 我们被与剪分开, 然后被带进来, 所以做这个是非常令人畏惧的, 特别是因为已经花了这么多钱, 你知道,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拍成了电影, 我只记得那个巨大的吊灯, 一直在想就像是吸血鬼的屋子一样, 当然, 作为一名灵媒, 你不能保证你会得到一个联系, 我对人们说过这一点, 即使他们来做阅读, 你不能保证你会得到任何联系, 更不用说你要通过谁了, 你不能召唤出灵魂, 他们说的那样, 你只需敞开自己, 看看会发生什么, 我只感觉到了在灵魂这一边的戴安娜, 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, 我几乎能感觉到她在咯咯笑, 姐, 我几乎认为她在搞小恶作剧, 但我也认为她想试图帮忙, 澄清一些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, 所以, 当我们前几天在Netflix上观看时, 这在英国已经上线了, 我想在美国, 它已经上线了, 或者即将上线, 我猜你们大多数人在美国已经在Netflix上看到了, 我认为这是值得一看的, 绝对是, 女演员就像戴安娜王妃一样, 声音也像, 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女演员, 是的, 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, 但她就是戴安娜, 她的一举一动, 低头看, 仰头看, 穿梭于头发之间的样子, 威廉和哈里, 那威廉和哈里, 他们看起来非常像, 尤其是哈里, 他看起来特别像, 对吧, 我觉得查尔斯亲王没有很好地呈现出来, 查尔斯亲王似乎并没有表现得很好, 但阿尔, 法耶德, 我的天啊, 你能感觉到差异, 她和多迪, 多迪太棒了, 所以还不错, 我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, 有趣的地方, 是那些是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, 调频到戴安娜, 你知道, 他们站在那个小走廊里, 然后走出去, 在监控摄像头那里, 他们几乎能感觉到, 在那个地方的能量, 你知道, 在他们被所有这些狗仔队挡住的狭窄通道里, 这让你想到了, 宁妻是什么感觉, 你知道, 那会令人恐惧, 不仅仅是让你恼火, 她一点平静的地方都没有, 是的, 我还与一些人交谈过, 之前也提到过, 但在我们做那个节目之前, 她在某种程度上, 激发了我已经为一个认识戴安娜的人, 做过阅读的事实, 我告诉她, 我给她一些好的证据, 并说, 戴安娜曾经给了你一些, 从宫殿里偷来的东西, 有翻新的药盒所拥有, 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, 然后给我看了那个药盒, 她就是从宫殿里拿出来送给她的, 她总是随便拿一些贵重的东西送人, 你知道, 她说戴安娜其实一直很震惊, 也很偏执, 总是担心被特工追踪, 并且无论她走到哪里, 她都会检查一下周围是否有麦克风, 你知道, 这是多么可怕, 我认为她们的节目中, 错过的一些事情, 是整个情况周围的偏执症, 因为在她们穿过爱尔玛隧道的那部分, 我想, 那是每个人都问问题的关键, 你知道, 那是什么闪光的光, 节目没有展示出来, 只是展示了一个男人和他的狗看着打电话, 但是那辆车是什么, 他们只是让他看起来像一场纯粹的事故, 最终是的, 但你知道,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, 这个节目可能已经调查过了, 他们必须小心, 对吧? 阿尔, 法耶德和他的态度怎么样? 我是说, 他们表现出他似乎只是想要他的护照, 就是只是想要他的护照, 只是想让他的儿子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, 这样他的帝国就可以扩张得更多, 是的, 但我也为他感到难过, 因为他失去了儿子, 这也是一样糟糕的, 好的, 简, 你还有什么想法吗? 我一直在说很多, 你知道的, 我知道你一直在说, 是的, 我的意思是, 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, 虽然我不是戴安娜王妃, 但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, 你知道你没有任何自由, 你没有任何宁静, 你被监视着, 我不认为他会和多。 迪结婚, 因为他真的爱上了那个可恰一生, 是的,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, 我认为他不会, 他不会嫁给他, 我认为他会嫁给他, 但我认为他不会立刻这样做, 是的, 他不会嫁给他, 因为他们在节目中说他拒绝了多敌, 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被拒绝了, 因为他买了戒指, 但那个戒指是否是订婚戒指, 还有戴商榷, 在节目中, 他们让他看起来好像哦, 这是一个有趣的戒指, 是的, 很好看, 你知道, 但是一个女人不会看着戒指时想到, 你知道, 当他被困住时, 他在想我只是想拥有一个戒指, 是的, 你现在收藏首饰, 因为以前, 但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, 你通常会想, 他爱上了那个可卡医生, 因为他不能娶他, 因为他不想引起注意, 他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, 你知道, 我真的觉得他只是需要一些喘息的空间, 是的, 他刚刚从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中走出来, 所以那是他最不想要的, 是的, 我认为是的, 那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? 有关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, 你们穿越了巴黎, 穿越了隧道, 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, 有关你们想要问我们, 关于戴安娜的看法, 以及我们的感受的问题, 你们对这个节目有什么看法呢? 等等, 尼歇尔, 我刚刚看完这个系列, 一些演员看起来, 真的和他们的角色一模一样, 这是真的, 他们绝对是一模一样的, 我认为他们演得很棒, 我对查尔斯亲王不是很在意, 因为在我看来, 他看起来像是能在绿色的石头里工作的人, 是的, 我想我会在他身上加一对塑料耳朵, 也许他会更像, 他不是很令人信服, 他演得很好, 但他的脸, 我想制作这样的节目, 你知道, 我是说, 究竟怎么可能找到, 既是好演员, 又是好女演员, 同时又能够看起来很像的人, 这当然很困难, 当然, 在未来, 你可以采用这种方式, 使用人工智能, 将真实的面孔, 嵌入这些角色, 是的, 那将使这个节目, 变得非常奇怪, 因为你会看到皇室的真实面孔, 我喜欢看这个节目, 我期待着12月14日, 我们将迎赖哈里的妻子, 是的, 是的, 我期待着鱿鱼游戏, 但我不允许谈论那个, 为什么呢? 你为什么不允许? 但也请继续关注这些事情, 朋友们, 帕特里夏说, 嗨, 简和克雷格, 我看了你们和戴安娜的系列节目, 非常出色, 与戴安娜的通灵非常出色, 非常专业, 谢谢, 是的, 事实上, 我们与制作无关, 因为实际上专业团队是一家美国顶级公司, 他们来拍摄这个, 有趣的是, 我们有很多照片, 甚至在我冥想的时候也有, 我想那时酒店里的一名女佣找了一个摩托车的男朋友, 偷了所有的照片,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把它卖给报纸, 是的, 我们所有的照片都被偷走了, 还有一些设备, 当时在伦敦的时候, 是的, 当我们在伦敦的皮卡迪利区时, 他们停了一辆摩托车在外面, 有人冲进来, 抢走了所有的设备, 跑了出去, 所有拍摄的照片, 所有的静止画面都消失了, 一些拍摄不得不重新做, 是的,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, 真的很可怕, 但它是一家大公司, 专业性很好, 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保罗, 沙特的人, 他在澳大利亚是个大名人, 他是莫尔和怀斯的朋友, 还有像罗杰摩和埃里克, 摩罗姆这样的人, 摩尔姆是摩尔和怀斯的伟大粉丝, 对, 还有沙特, 当然, 我们在节目上也请到了沙特, 来自什么的, 我现在想不起他的真名了, 离开了, 帕特里克, M什么的, 反正我有了牛奶, 我现在可以睡觉了, 帕特里克, 但那不太对, 那是另一个, 无论如何, 他也参与其中, 实际上是他介绍了节目, 所以他们找到了专业人士, 当然, 像那样的事情所需的研究是惊人的, 要找到那些愿意参加通灵绘画的人并不容易, 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接受这个想法, 要找到真正了解戴安娜的人, 不仅仅是那些见过她的人, 有数百万人见过她, 但是真正与她共事, 并且每天都看到她的人, 这是相当不错的, 所以, 是的, 我真的很喜欢制作那个节目, 尽管做起来非常可怕, 我要补充的是, 我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一分钱, 新闻上说, 哦, 他们为了钱才这样做的, 我们没有, 所有的钱都捐给了王子信托基金, 我们说, 我们不能这样做并收费, 因为这看起来是不对的, 我的癌症庇护费是未白给的, 不, 那是BBC的东西, 我们捐出去, 我们从那里捐出去的所有钱, 都去了另一个, 是你, 但我们对很多人都做过这种事, 所以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个节目, 帕特李夏, 那太好了, 姐, 你认为戴安娜真的想通过你传达一些信息吗? 她是否可能事先知道会有一个通灵绘画? 有可能, 因为我记得我向灵界传递我的思想和祈祷, 我清楚地听到, 你会在桌子上看到白玫瑰, 前进, 我们会和你一起工作, 一切都会发生的, 因为我想我们在冒险, 它确实发生了, 当我们进去时, 桌子上摆满了白玫瑰, 是的, 是的,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, 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首先去看看, 我们能在巴黎和伦敦各个地方, 捡到什么, 就像我之前向你们展示的, 我们去过的地方, 但然后他们带着我们游遍了巴黎, 真的很有趣, 很有趣, 因为我认为我们逐渐感到与戴安娜的灵魂越来越亲近, 因为我们这样做, 所以在事先, 他就有点感觉到发生了什么, 我认为他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, 我认为严戏已经建立了, 是的, 所以我认为他他可能知道, 而且我确实相信他想要通过来, 我说过他在其中有点淘气, 你知道有点淘气, 因为你必须有一种非常非常坚定的态度, 而且要友好和冷静, 当你做这些事情时, 向上发送你的思想, 无论是谁将要通过都会通过, 灵界确实通过了, 因为我们之前从未见过这些人, 通常我是第一个上场的, 我记得看到所有这些摄影机都下来, 还有所有的电视机, 我听到制片人说, 动作剪, 去吧, 我们都跟着你, 坐在桌子旁边, 我就像要在与灵通联系之前说一祷告, 我记得对面有个先生在冷笑, 我认为他是怀疑的, 我叫他闭上眼睛, 将他的思想传递出去, 是的, 甚至他也说, 我觉得那相当了不起, 发生了什么事, 我想, 我们确实说服了那些, 以前从未和通灵者在一起的人, 所以, 这是让人紧张的, 我认为, 我们给出的证据, 当然, 有一些在镜头上的东西, 但他们并没有展示所有的东西, 还有其他一些, 我们在镜头外说的东西, 很辛苦, 他真的是相当可怕, 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最可怕的通灵形势之一, 记住, 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是直播的, 你知道, 最初计划在美国全境播出, 但后来有很多反对意见, 不, 他们确实有反对意见, 不, 不是这, 样的, 还有一个大事件, 不, 也有这个原因, 但我的意思是, 他并没有达到最初计划的受众, 但即便如此, 有数百万人在现场收看了, 实际上, 在电视上观看的人不算很多, 但在电视上观看的人不算很多, 但仍然很大, 然后他被播放了, 重新播放了, 一遍又一遍的播放, 而且引起了很多有趣的正负新闻, 但我们从中学到了, 一些关于这是什么样的东西,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, 我们感到有点像戴安娜, 因为她的能量引起的兴趣, 是不可思议的, 你的生活不再是你自己的了, 不, 我不想成为戴安娜, 是的, 我们确实得到了, 所以, 让我们来读一读简, 你好西, 简, 你在巴黎的隧道里, 是否感受到了戴安娜的灵魂, 是的, 我们感觉到了, 而且, 他们真的在匆匆忙忙地带我们穿过那里, 和电影制片人一样, 我只是觉得, 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, 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的片段, 但他们不得不两次带我们穿过去, 因为第一次他们带我穿过去时,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, 我只是觉得通过隧道驾车, 试图捡起能量是不对的, 但然后第二次穿过去, 我设法调整自己, 设法调整自己, 开始说些事情, 我觉得在那样的地方行车, 是有点棘手的, 那里有几个人死在那里, 是的, 我认为做这件事, 对我们来说有点冒险, 但是, 它仍然是一档有趣的电视节目, 对我们来说, 是一次有趣的经历, 你知道到那个时候, 我们已经在电视上露面很多次了, 我们上过大早潮的节目, 是在BBC系列之前吗? 是在生化通道系列之前吗? 但仍然, 我们已经在电视上做过很多次, 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样具有争议性, 是的, 我一直喜欢在我的频道上做一些争议性的事情, 正如你们所知, 我认为当我们真正穿过隧道时, 你实际上是在感受戴安娜的人格和她的感觉, 这是相当吓人的, 因为我们不得不以如此之快的速度通过, 然后再次敲击, 然后人们在桥上到处都在看我们, 他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,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, 现在让我们播放一下那个片段, 好吧, 我有一个片段, 只是来自节目的一个片段, 这只是确保我们今晚看不到任何收入。